透明文章 《愚文明》 寡進文章 《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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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從1970年代開始 在法國有一位學者 他會在禮拜五的時候要請朋友 就到他家來 那就是再配不同的議題來做很輕鬆的討論 那他們不以這個知識分子那種高度 然後講很深奧的這些別的議題 就是用很常明的 然後很親民的 然後沒有知識障礙的方式來討論很多的議題 那在2010年的時候 那個虎大的哲學系教授 副助副教授那個沈金潭 他就把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然後引進了台灣帶進來 然後在台北開始了哲學系記錄 那這個哲武來這邊分享 其實都是免費的 就是義務的來這邊跟大家做分享 那包括現在 不管是我在這裡這樣開湯處吃 或是我們後面幫忙做這個錄影 然後幕後去吃化整個活動 我們其實也都是保證義務的製工 所以呢 我們有個捐錢箱在這裡 在住箱 另外一個 在我們只有另外一個 喔 只有我們是另外一個 好 那這個 這個是我們今天這個議題 都在住箱 好 那就是我們就是 不是要練習慘 對 沒有啦 好 那就是如果你覺得 口袋電力氣很重 我們那個想要減氣點重量 可以把它丟出去這樣子 好 那我們哲武然後 然後一開始就是有些事情 都是自我介紹 好 平常抱場 我們很嚴格的限制只有十秒 但是今天大放送 好 大家可以這個暢所欲言 好 你沒有啦 就是自我介紹一下 那聊聊為什麼你會今天出現在這裡 不是去這個吃飯嗎 或看電影嗎 為什麼會來這裡 那對這個議題有給我手下 或是說你自己有關心的什麼議題 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點可以 那今天也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嗎 什麼日子呢 好 就是大埔強災一周年 所以我想可能很多人 其實現在面對這裡的 就是因為他就在那個現場 好 那 所以我們就自我介紹 從這裡開始 好 那好 我是從事設計產業 我 新高這樣 然後 比如說下班就會 就是會過來這裡 這樣 那今天 今天這個議題 就是 之前有聽到那個 我們的副總統有講過說 他也有講話 對 他自己有講的話 他自己有 他自己有 他自己有跟你的議題 講成功了 那 那 那不管怎樣 今天 男生的議題 希望 希望大家可以有很好的收穫 那 謝謝 好 謝謝 放音樂 大家好 我是余星 我現在是一個公文師 那 就是 這個議題 如果 上個上個下個 像是 我看到 我現在 其實是職業的時候 我必須覺得 我就是非常的 極了 因為這個議題 我一看到 也有 我上個下個下個 畫的時候 那我就是 必須說 現在只能 這次量 因為我第一次要 這樣 謝謝 好 就是 如果今天 朋友給我分享說 他早上 看到我有演出說 就是 我們台灣 我們台中很多的戲運 我們有黑熊 我們有 這個 白海拓 我們有石虎 但是呢 又何其的不幸 他們 他們是在台中 對 就其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少 非常非常的珍貴 可是為什麼我們 覺得不得得好好保護 為什麼我們在 封什麼 熊貓 就是 跟我們什麼屁事啊 這樣子 對 那 對啊 就是這麼珍貴的東西 然後又怎麼稀少 其實是 我幫黑熊的數量 這也是比這個 熊貓的數量 還要稀少 對啊 那為什麼我們懂得去保護他 我是阿昌 然後是上班族 對 然後白海拓 因為台中未來可能會有一個 這個所謂的 白海拓 對 所以就很怕說 為什麼台中 會需要 就是花樣多大 那時候 送一個獎的東西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其實這個獎子 好像不是第一次 講這個主題 好像前三個月還是 好像也在主題裡面 有講過同樣的東西 那一場沒有聽到 覺得說今天走 可以再 就是從哪一場 再拿來聽看看這樣 對啊 非常感謝我們 我剛好又是主婦聯盟的 很高興我們上一場 訊息沒有注意到 我是許欣欣 在主婦聯盟環境 投資金會的台中分會工作 那今天的講者是我的學弟 那上一場他到我們那邊檢獎 就是我們就會幫忙安排的 那很高興有機會 把這個議題帶到哲物來 大家好 我也就是主婦聯盟的套路 那我覺得在知道 把海豚比黑手拍燒很多的時候 其實我也非常震撼 所以很高興今天大家有來聽 這個哲物這邊講把海豚 那另外一方面我也很蠻想了解 就是這個講者陳炳很好 為什麼想要把把海豚跟媽祖 結合在一起 是什麼樣的信念 他覺得這是一條可行的路 謝謝 那兩位既然來了主婦聯盟 要不要再次給我們介紹一下主婦聯盟 對 可以先 對 因為我的時間很多 對 好 感謝主持人給我們這個機會 主婦聯盟基本上是一個女性環保團體 是由一群媽媽所組成的 那媽媽們就是關心家人跟孩子的健康 那因為我們的環境一直在惡化當中 從二十幾年前剛成立的時候 那個狀況是垃圾非常多 然後水污染空氣污染 大家那時候開始感受到 所以有一群一小群媽媽 然後就是挺身而出去成立這樣的一個體肢 那就是在關心向這個 就是在推動向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這樣的一個很生活化的事情 現在大家應該在生活上都已經都會注意到 這是很基本的比垃圾會做分類 很多東西你會去 在政府的政策下你會需要去做資源回收 這已經非常生活化 然後另外主婦聯盟媽媽還推動就是自備餐具 就是自備筷子 自備水壺水杯 那現在我們發現就是會自備餐具的人也越來越多 那當然就是自備媽媽很多年前就開始在倡議的 那現在慢慢就受到大家的重視 目前環境教育實時是越來越受到重視了 相對20多年前 那目前主婦聯盟在台北就是一個總會 在台中有分會 目前我們是唯一的分會 另外去年開始在台南有設籌備處 那現在改成南部辦公室這樣子 那這幾年我們在關心的事情 就是有那個就是飲食教育 就是綠色的飲食教育 因為綠色通常是環保的代表色 所以我們覺得很多的飲食 都是跟環境之息相關的 不管是農藥跟化肥的濫用 或是基改食品 然後甚至這個糧食的問題 包括那個糧食自主 這部分都是跟環境相關 甚至還有一些加工食品的添加物的問題 因為很多的添加物 那些人工的化學添加物 它的原料基底是來自於石油 所以我們吃了很多加工食品 它裡面的添加物是石油的衍生物 這樣子去提煉出來的 所以呢以主婦聯盟媽媽的角度來看 我們是提倡吃真食物 少吃假食品這樣子的概念 那其實這樣的話就是 然後再來就是在地消費 我們可以吃台灣本土的食物糧食 這樣可以幫助台灣人業 所以就是說從吃這件事情 其實是可以幫助環境 一天我們有三次的機會 來幫助環境 所以就是說我們每一餐的選擇 其實都可以對環境有所注意 這是主婦聯盟媽媽一直希望能夠推動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的人數並不多 力量其實也不大 所以很希望是更多的朋友來支持我們 那如果等一下就是有機會的話 可以再跟大家介紹 簡單簡單先跟大家講就是 講說這群包包教授的關係 一些環境包括河川啊 像我們在台中好像有關像河川的問題 然後像這個一些樹的狀況 然後我們也有生態導覽的這個活動 通常比較親自參加 那另外我們還有開一些講座跟課程 那不過就是沒有可能是 道分開的平日 比較少是在晚上跟假的 所以恐怕就是可能各位 你之中很多是上班族 都沒有機會參加我們的活動 那如果歡迎大家去 那我們要廣告 但是歡迎就是手機拿出來 找到主婦聯盟台中分會的粉絲頁 也麻煩按個讚 然後你就可以 然後請選擇接收動態 你就可以接到我們發的 不管是活動訊息 或不是我們轉分享的一些環境的資訊 那就是歡迎大家加入我們 然後也可以就是 就是了解一下我們所關心的事情 這樣子 好 謝謝欣欣 請介紹 大家好我是夢哈 來自哪裡 想見什麼動作 想見什麼動作 我是學生 然後白白說你不會裝摩 大家好 我是孟涵 那我從台北下來 那是來南部就是南下玩 那其實北部的哲學進去我有去過 來台中剛好這邊有就來了 那就是很感謝哲學進去台北場跟台中場都有 很開心都可以參與到 那就很謝謝大家 真的 就是到哪裡都有職業進去我就會缺失 就是旅行到旅行還不忘的取暖 然後充實薪資 就是我們哲舞除了台北 然後台中 台南高雄 然後花蓮 雲嶺 然後屏東也有 對 那我期待台東會有 為什麼 因為我要去台東 我要搬去台東 我不希望在那邊每天 每到星期我就很落寞 然後想說 當年 對啊 你們在這裡 然後探了一個很豐富的美容這樣 對 所以 對 這很棒 我希望真的是 我們不要只是 就是每到週五就去唱歌吃飯啊 然後 或是只能坐在電視前面 然後看Live前 對不對 我們可以在這裡台前面有一點 也有意義的東西 好 那再來下一位 大家好 我是宇晨 然後 因為上個 上個禮拜沒有 就上個禮拜沒有聽到 很理想要是今天來聽到 大家知道為什麼 大家好 我是台東的中午告上 已經在用 然後 之前公民歌的時候 公民老師放了那個 農村武裝進去唱的 白海底之歌 然後我看了那個MV之後 我很難過 我就哭了 因為我覺得白海底真的很可憐 因為你就不會轉彎 然後他為了你的GDP 被你們殺了 就會很難過 因為想要多聽這個議題 考大一下 白海底的台語怎麼講 你們唱北海底 北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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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大家好 我叫劉阿華 然後我是讀東海大學食品特學所 然後我上個禮拜 有來聽那個K熊 然後所以我今天 就是也繼續來聽白海底 然後希望以後可以 就是有空就會繼續來 哲午這邊 謝謝 謝謝 那禮拜六有去遊行嗎 反學武藍車遊行嗎 禮拜天 禮拜天 這哪天 在我 很有趣 還不錯 蠻難道的 沒有 請來問 大家好 我是施東 那我在 我是高層人在台中工作 那是從事空間設計的工作 那就是 是我第二次來做的 好 我們希望你會 數不清禮拜幾次的 大家好 我叫阿順了 我也是公住在太平 然後住在太平 然後是想說 禮拜五摺五啊 然後想說 平時都沒有法式說性知識 然後利用摺五啊 就補充一下 社會一些社會的議題啊 然後剛好這個就想到白海裡面 其實以前不是很了解 然後想說來了 了解一下說 現在這個議題的感覺 大家好 我現在是在台中的替代議 叫劉軒 我自助桃林 那 因為 之前有在那個 群美城堂那邊 我上週有聽到 有那個 責務的時候 在那個 黑熊的那個 反彈車 有在那個 導播前進的時候 宣導 也宣傳這邊有那個 責務的活動 然後我覺得很好奇 到這邊 是在兩次都一起的 所以就來這邊吸收起來 好 歡迎 常來 大家好 我叫郭麗 我是台中二級 然後是 剛畢業 在等當年 然後 有同學要約 就一直過來 大家好 我是阿宏 我是台中 後禮人 那 我發現我已經習慣 在星期五的 傍晚的時候 來 來 成功這邊 大家 大家有興趣 對對對 那其實 針對白海裡面 其實我本身 大學的時候 是學台灣文學系 那我非常喜歡 台灣文學 那有一個作家 我很喜歡 就是廖文綺 他是寫海洋文學的部分 那他其實 在他文學裡面 有稍微讀到白虎 但其實那時候 我對白虎 還沒有那麼深刻的影響 畢竟 因為其實我發現 我們雖然是海道型的國家 但我們其實對他 還是陌生的 那白虎 對我們的意義 其實沒有那麼大 對我之前來說 對 那我發現其實很多 關於台灣的生活 其實都遭受到的關係 那我想藉由這個時間 讓我在多更認識一些白海豚 那我也想聽一下大家的理解 然後想辦法 也要知道 我或許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助白海豚 我請他 把台灣交易有點消失的路程 包括台灣也學會的 謝謝大家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漢雅 我在台中從日時間裝修 我小時候看過危機闖間 觀野感動的衝突流行 我跟白海總沒有什麼關係 一樣的 然後 跟阿龍也 一拜五 我也有感覺到到這邊 所以 我對於 我其實根本不知道 到現在我還知道 今天要想白海鮮 所以 對 我也講不出一個 所以來 來就對了 不管他講什麼 來就對了 好啊 那希望各位 為你闖天關人家的感動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邪辰 我現在住台中 感到中生 然後 我小時候 住邁雅的時候 就是以前外面檔廢 的時候外面那邊 其實是養殼 可是 因為 又清建下去 所以那邊其實 現在 就 好像說 台灣要八十萬科的 懂嗎 就養殼的科民 現在已經沒辦法 繼續生活下去了 所以我會想說 我們 就從那時候開始 就要關注台灣的海洋的議題 就是要保育我們的環境這樣 哇 不要聊 對啊 好 那大家好 我是嘉優比 因為我前年 有跟著那個媽祖 寅保護聯盟 就去參加他們辦的一個營餅 我覺得蠻難得 就是 他有帶著我們出海去看 那個白海豹 然後但是他前面 有跟我們打一個防針說 不見得能夠看得到 因為 就是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 數量很少 然後 也很難去預測 但是 天天很幸運的 大概出海不到五到十分鐘 然後那個白海豹 就很 很近的在武器的外海 就在那邊活動 然後印象非常深刻 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跟大自然 真的 太疏遠 因為今天可以講久一點嗎 可以 然後就覺得 我不用看那個 熊貓的 就是紫紮的熊貓 或者是 那個 橡皮的 那個 那個 黃色小鴨 其實真的有時候 親近那個大自然 那個感受是很 很不一樣 那同一時間 他就覺得 他也帶著我們去 去火力花點廠 然後也去芳苑 然後也去芳苑 本來要蓋 光石化的那個 那個 濕地那個部分 去調整那個生態 然後就像前面 其實很多的朋友分享 我們對於 我們是一個海藏國家 但是對於我們 周章 能夠 激進海洋的機會 真的是少 少之又少 然後真的用我們自己的 不管是 觸覺 然後 就是 無感去 去感受這個周章的機會 也是少之又少 就可能就是 後來我就得到 一本文章的 那個花品的繪本 然後上面還有教 你怎麼樣執障 不是執障 就是做那個立體執雕的 那個白海豚 然後覺得 好開心喔 因為可以往旁邊滾一滾 然後他就是一個形象 然後就知道說 喔 他雖然叫白海豚 因為他有一些管 然後 所以他其實是粉紅色的 非常的夢幻 然後有這麼一個難得的物種 其實到這麼晚的時候 才知道他 然後最近香港的白海豚 其實也滿辛苦的 雖然他們就是同樣是中華白海豚 那其實 據當時上課他跟我們講說 他們兩個因為相隔太遠 他們就是離海岸大概五到十公里 我不曉得我講對不對 我也記得有點遙遠 但是他就是出海下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他們其實已經有一點那種 已經化分開了 他們其實是不同的物種 那香港就是因為可能 又要蓋第三航空走道 然後他們前面明明有法律的規範 說不可以這樣做 因為其實之前我們的那個副總統會講說 白海豚會走完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是因為他看到香港那時候 在處理香港裡面白海豚的一個方式 那我覺得其實白海豚就是 雖然他們很難得相遇 但是一家親 其實我覺得不只是關心台灣的海豚問題 其實香港那邊其實也是滿嚴重的 所以我當然也就希望說 雖然火花蟲他在2012年被擋了下來 但是接下來就是這個物種剩下不到一百隻 然後能夠去關心他 甚至於去給他一個比較好的環境 接下來不是什麼不知道 因為那一陣子 那兩三天的一個 他有帶我們去做路上觀察 然後或者是他說他們也有人員 少少的人員 致公命一口路去做海上的觀察 這個物種跟族群 那其實在現在的太陽底下做這樣 其實是很辛苦的 但是如果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去花多一點心力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他那時候我記得他有想說就是 其實你天出不用多 只要你想到就是到一個沒有人的地方 然後就是等後白海豚的出現 其實應該是可以做常識的 然後他有一些 可能等下牆著派我去擊倒說 他又可以怎麼做 就是今天為什麼在這邊的一個原因 然後對啊就是 為什麼指紮的熊貓跟那個橡皮的鴨層 就是會引起大眾這麼的喜歡 然後但是其實我們自己 當地的原生那種白海豚 卻 卻 也是在這近幾年當中裡面 被大家認識到是蠻可惜的 對啊 其實跟他講這個可能會去提一下 他們有去講到說他 為什麼叫媽主義的這個原因 然後阿達的那首那個白海豚之歌 一定要聽一下 那是一個合不開的文革 可以 可以 可以來處理一下這件事情 我們等下播一下 因為我今天一整天一直在回答這首歌 在我記得 腦海裡的 但是你們覺得不會想聽我唱嗎 所以等下播一下好了 其實可以唱一下 不行 好不行 好那個 要聽我演唱會 那個下一場好不好 那個要瘦掉一下 好來下一位 誰介紹 還沒有介紹去這個自首 我們其實都知道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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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還沒有講 所以遠遠可以套走 剛進來了 剛進來了 剛進來了新朋友 大家好 我叫曉智 然後 我是台中人 可是我 對那個白海豚 對性也是很少這樣的 也是這幾年 就是 因為國光實話的關係 所以才比較 才有替新聞媒體報導過 當然我也沒有出來去看過這樣子 所以就今天就來聽聽看相關的那個評價 謝謝 好 下一位 大家好 都說過了 然後我現在念中國醫學12年級 然後今天來這裡是因為 就是其實想要來很久了 然後這時候禮拜五剛好有不同 就是過來就想加大了 就會 然後我自己有在玩 就是在台中市的各個地方 不管是從我搬來台中大概 還有十年了 所以在紀錄這個台中市的各種角落 所以我幫這個空間解釋 有一段的學了之後 給我一個新的空間出來看 那你有臉書或部落等的在發展的照片 讓我們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廣告一下 有嗎 沒有 OK 好 好 那等一兩天開攝影展 來控制大家一下 來這邊宣傳一下 OK 下一位 那個 大家好 我是文彥 然後我本身在中田 還不是很熟 所以拋起來聽聽一下 在哪裡中田 不問 不問 你從不問過來 不是 我住在台中之前比較遠 OK 那大家好 我是主婦聯盟的秘符 然後也是第二次來 那個套館哲務 然後之前那個 就是兵分老師 也來我們基金會發兩多次 然後今天就是覺得 想再來聽一次這樣子 然後就過來 謝謝 那一定超精采 聽了還想要再聽 對 再來 加油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賈優 然後我是哲武的志豐 那今天可能可以剛好 就是說我們今天是7月8號 7月18號 然後大虎事件的一周年 就是張藥房去年的7月18號被拆除了 那他跟白海朋友有什麼關係 其實沒什麼關係 可是剛好 然後有個白 對不對 就是副總統 然後白 剛好 因為他然後 這兩個剛好有了關係 那 又很 又很不幸很不巧的就是 我跟那個白 白頓一 我們是同鄉 就是南投草屯人這樣子 內地 對 來自內地 不過那個不是重點 跟他同鄉不是重點 我們要說說 為什麼 不管是大埔也好 或者是所謂的白海土也好 我們面臨的都是一個土地的 然後是一個環境的問題 你看我們今天 這個所謂的昨天猜大埔 今天猜政府 那你猜的大埔 的問題是跟就是破壞了人類的一個 你可以說是棲地 你開始 人類的棲地一直被破壞 被破千 或者是說 我們原本想要居住的地方 一直被 被某些權貴或者是某些財團 或者是政府 來剝奪 那相對的 白海土也是一樣的道理 那甚至說 我們上個禮拜 談的黑熊也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都在互相的 被 同一群人 甚至同樣的模式 在剝奪我們的生存的地方 那我覺得台中 為什麼需要去談白海土 其實這還蠻有趣的 你可以去看看所謂的 台灣大刀上的BRT 為什麼 為什麼要說 因為他們說 那個占體的造型是 白海豚的概念 我們怎麼看那個都是殘寶寶啊 對 怎麼看都是殘寶寶 為什麼他會說那個是白海豚的概念 那我覺得 在不管是從 白豚義或者是到台東市政府 或者是所謂的台東市政府 還要去把企鵝館 改成白海豚館 這也很莫名其妙 對不對 我們說 你去台中做企鵝 我們這裡就沒有企鵝 結果他說 他就好幫我們來做白海豚 那這還是很奇怪 為什麼 我們的所有的是 我們的指標好像都可以指向說 到底是誰在亂打 一下子 他把人類的漆地也好 或者是動物的漆地也好 逐漸的讓他不見 然後可是他可以利用各種名譽來說 我們來保育他 可是那個保育又不是真的去做保育 他只是蓋一個管 其實好像在紀念他一樣 其實就像 那個什麼啊 熔眼人本 是不是 差不多的概念嘛 那我們一直在 我們不去保育他 當然數量會越多 可是我們要幫他蓋一個紀念管 其實這還蠻吊詭的 所以我覺得說 也許我們可以試著 可以從各種各種的角度 可以去討論一下這個議題 不只是說從白海豚的保育 我覺得這些問題連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有一個爭解點就是 政府真的是非常的失望 他沒有辦法從問題點去解決 他還甚至一直在製造問題 那這該怎麼辦 也許 不管是 我覺得今天這裡很有趣啊 就是所謂的白海豚跟媽祖 就是跟宗教信仰的合作 或者是融入 那我們的不管是社會運動也好 或者是政府的施政也好 他是不是有 能夠有不一樣的想像模式 我覺得從這樣子的運動 也許我們可以看見一些 不一樣的契機 大概是這樣子 謝謝 好 快裝 還有誰要用 自我謝謝 這裡 大家好 我是慧妮 我是整個星期五的紀錄高 我們一起去看 我們要看 我們用來看 這邊可以看 我們早點兒 我們要來看 我們現在看 看什麼地方 我們剛才